我们来讲解下一个知识点 施工机具台班单价 是指建专装工程费用当中 人才机管力归税的机 施工机具使用费的计算 是用施工机具台班的消耗量 乘以施工机具台班的单价 施工机具使用费 包括施工机械使用费和仪器仪表使用费 两者的计算都是用相应的消耗量乘以单价 那我们分别要求大家掌握 施工机械台班单价包括什么 仪器仪表台班单价包括什么 先说两个小口诀 施工机械台班单价的口诀是 这监护人拆燃料外运 仪器仪表台班单价的口诀是 动辄为效 我们再来看施工机械台班单价 包括折旧费 检修费 维护费 安拆费及厂外运费 人工费 燃料动力费 还有其他 那口诀当中的这就是指折旧费 然后监护呢是指检修费和维护费 针对施工机械在使用过程当中呢 按照相应的减修周期需要对施工机械进行一个大的保养 让它恢复正常的使用功能 这个就是减修费 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小问题小毛病 所发生的费用呢是维护费 那在施工之前 我们要从施工 将施工机械呢 从厂外运到厂内 会发生安拆费及厂外运费 那施工机械要有司机 要有工作人员操作它 就会发生人工费 以及对应的施工机械工作的动力 燃料动力费还包括其他的钱 而仪器仪表 也包括折旧费 小毛病的维护费 在使用之前 我们要进行校正校准会发生校验费 要想开始工作 一起表要用电 那要包括动力费 这个动力费呢就是电费 针对每一项包含的内容 大家要记下来 这个是应对多项选择题的 再明确一下口诀 这监护人拆燃料外运 这就折旧费 监护是检修费维护费 人就指人工费 然后燃料动力费 外运 拆外运呢是安拆费及厂外运 动折为校的动是动力费 为折是折旧费 为是维护费 这个校呢是谐音 就是学校的校谐音 叫燕费了 下面我们逐一来讲解 施工机械 台班单价 每一项如何进行计算 在这监护人拆燃料外运当中呢 其中折旧费 检修费 维护费 还有人工费 这四项是计算题目的考点 再来看折旧费的计算 台班折旧费呢 是用机械的预算价格 扣除掉机械的残值之后 除以耐用总台班 我们就将买这台机械 一共花了多少钱 扣除掉残值之后 剩余的这个金额 分摊到每个台班上 得到的结果 就每个台班 对那折旧费 进入到施工机械的台班单价当中 从硬实的角度 大家要注意啊 文字体的小陷阱 在计算台班折旧费 计算要用到的是 机械的预算价格 这个预算价格 不等于原值 那进口设备 我们前面也讲 包括进口设备的原价和购置费 大家想原价和购置费一样吗 购置费等于设备的原价 加上运杂费 那我们在这儿这个原值 也不是我们这个设备的原价 大家要知道 在进口设备这个原值呢 是包括档案价和关税 这个内容大家了解即可 从硬实的角度 就要求同学们记住 预算价格非原值就可以了 如果考文字体 考公式本身 选项设置会将预算价格 用原值来替代 那就知道 两者不是一回事就可以了 那台班折旧费的计算 其实就是一个平均法 把这个机械 计题折旧的价值求出来 然后除以耐用总台班 耐用总台班 等于折旧年限 乘以年工作台班 比如说这个折旧年限 就是这个机械 要使用多少年 计题折旧 按比如说按照五年 按照十年 我们就五年或者十年 乘以一年的台班 得到的就是施工机械的 总台班了 那还有一个计算公式呢 我们可以用减修 间隔台班 乘以减修周期 什么是减修周期呢 给大家来看一个坐标准 这个减修费啊 它是让这个施工机械 恢复日常使用功能的 就相当于我们买车 开多少公里 要做一个保养一样 比如说这个施工机械 从这个时点 零时点开始投入使用 然后它的减修周期 我们来看啊 一个周期 两个周期 三四五 它有六个减修周期 六个减修周期 到六个减修周期 买寿命期结束 这个设备就报废了 这个就是 减修周期 那我们知道 它一共有六个减修周期 然后用减修周期 乘以每个减修周期内的台班 就可以得到 耐用总台班了 好了 那现在我们知道 耐用总台班 有两个计算公式 可以用折旧年线 乘以每年工作台班 也可以用减修的周期 多少周期 乘以减修间隔的台班 就每个周期内的台班 那针对这里面 减修周期 它和减修次数 是怎样关系呢 我们一会儿 在计算减修费的时候 要用到减修次数 题目会告诉我们 一次减修费多少钱 那用一次的减修费 乘以减修次数 是不是总共的减修费 就有了 好了 我们来看 在这个六个减修周期当中 这个机械减修五次就可以了 这是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第六次寿命期结束 设备报废了 就无需再进行减修了 所以减修周期 六 减修次数等于五 所以周期等于减修次数加一 要把这个关系弄清楚 下面我们再来看 减修费的组成及确定 减修费的概念和维护费 我们要一对对应着来看 减修费呢 它的目的是 恢复机械正常使用功能的 而维护费呢 是各级维护和临时故障排除的 这两项在计算的时候 依然都需要将含税的 转化成不含税的 和材料单价计算是一样的 因为施工单位 如果这个施工机械 它要进行大修理 恢复正常使用功能 进行减修 要如果税到委外 委托外面的修理修配部门 那它花的修理修配的费用当中 依然要包含 进项税这些增值税 我们要把它扣掉 那在这里扣税比较特殊 我们需要计算一个除税系数 这个除税系数的计算呢 施工单位的施工机械 如果它全部能够自行减修的话 那此时就不会发生增值税了 那只有它委外减修的部分 发所花费的修理修配的减修费 才会包含进项税 所以除税系数 我们用自行减修的比例 加上只有委外减修的比例 是还税的 然后除以一加税率 就转化成不含税的了 我们再来看台班减修费 台班减修费做题的时候 一次减修费会告诉我们 减修次数一般是位置量 但是会告诉我们减修周期是几个周期 比如说减修周期是四 减修几次 减修三次就可以了 然后把总共的减修费求出来 除以耐用总台班 就一个台班减修费 然后再乘以除税系数 就是扣除掉进项税的台班减修费 再来看维护费 维护费的计算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台班维护费 是将一个台班当中所发生的 各级维护的钱呀 还有临时故障排除的钱 全部总和算出来 除以耐用总台班 那其中如果各级维护 税到委外的 依然要乘以除税系数 这个公式了解一下 就知道他要考虑除税系数即可 而台班维护费呢 还有另外一种计算方法 就是在我们前面讲的 台班减修费的基础之上 用台班减修费 乘以一个维护费系数即可 第四个 安拆费及场外运费 这笔钱我们要分为不同的情况 有三种计算方法 一种是计入台班单价 另外一种是单独计算 还有一种是不计算 这三种类型 那什么样情况下 计入台班单价 什么情况下单独计算呢 我们计两对反义词 第一对 简单 复杂 第二对 轻型 重型 如果是安拆简单 移动需要起重及运输机械的 轻型施工机械 那这样呢 我们就计入到台班单价 而如果是安拆复杂 移动需要起重及运输机的 重型施工机械 安拆费 场外运费是单独计算的 那我们先来看 计入台班单价 计入台班单价呢 这个安拆和场外运费 是要分开来考虑的 一次安拆包括 我们安拆要有相应的人员 使用相应的材料 机具来安拆 所以一次安拆费包括人才机 好理解 那另外两个是我们容易忽略的 还包括安监部门的检测费 以及试运转费 我们所有的设备机械 组装完成之后 一定要进试运转 看看能否达到正常的工作状态 而场外运费呢 是其他的交通工具 运输工具将施工机械运到施工现场 他还要开回去 所以这里面 运费呢 包括运输装卸辅财以外 还包括回程的费用 考题的干扰相会说单边运费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在这两个地方强调 别忘了安拆要有试运转 场外运费要回程 单独计算呢 除了刚刚的一个复杂和重型的以外 还有如果我们移动这个施工机械 需要利用辅助设施 那辅助设施本身的折旧搭设拆除 也可以单独来进行计算 第三种是不计算 不计算这里做题啊 注意我的一个提示 不发生什么 不计算什么 不需要安拆的 不计算的是安拆费 不需要相关机械辅助运输能自行移动的 不计算厂外运费 固定在车间的不计算安拆费 及厂外运费 那考试出题方式会用张冠礼贷的方式来迷惑我们 我说一句话 同学们听一听对不对啊 不需要安拆的施工机械 不计算厂外运费 对嘛 错了吧 我是这样混搭的啊 我就说不需要安拆的 不计算厂外运费 错了 不需要安拆的 不计算的是安拆费 那固定在车间的 那当然既不发生安拆也不发生厂外运输了 不计算安拆及厂外运费 像自身是塔式起重机 施工电梯安拆费的超高起点 及其增加费 各地区部门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三面我们来看人工费的组成及确定 这个人工费呢 就是操作施工机械的操作者 人工呢 包括司机和其他操作人员 安排了几个人 那人工消耗量就是几 然后正常的人工单价也会给出来 在这个公式当中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给它变一下形 一变成年工作台班除以年工作台班 那这括号当中的内容就变形为 年制度工作日除以年工作台班了 这个年制度工作日啊 是针对这个司机一年上班的 上班多少工作日 比如说这个司机一年上班 250个工作日 年工作台班是施工机械 一年工作多少个台班 比如说就工作230个台班 那现在机械只有230个台班 而司机呢上班要上250个工作日 就会存在机械不工作的时候 司机也要上班 那大家想机械不工作 司机上班给不给开工资啊 当然要给开工资了 所以这个公式呢 它要用年制度工作日除以年工作台班 求出一个倍数的原因是台班人工费 既要考虑机械年工作台班内 就是230个台班对应230个工日的人工费 那多了这20个工日 依然要考虑工资 要考虑司机的人工费 除了包括工作班内的人工费 还包括机械年台班以外的人工费 所以我们计算的时候 人工消耗量是几个人 就用几乘以人工日工资单价 比如是P 然后再乘一个倍数 这个倍数呢 就是人年工作日除以机械的年工作台班 那年制度工作日是大于等于年工作台班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题啊 某载重汽车配司机一人 当年制度工作日是250天 年工作台班是230个台班 人工日工资单价呢 是50元 求该载重汽车的台班人工费是多少 那先是一个人 那日工资单价50元 然后我们直接乘一个倍数即可 倍数呢 就用司机的工作日250天 除以机械的台班 230个台班就可以了 那这样计算的结果是54.35元每台班 大概这样计算 比我们按教材的公式 更简单 知识点讲完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历年真题 先来看2020年的这道题 以知某施工机械采购原值为5万元 寿命期内检修次数是3次 检修间隔台班是400个台班 机械的残值率是5% 让我们来计算该施工机械的台班折旧费 折旧费的计算呢 我们要预算价格 那题目没有给出预算价格 直接给了一个原值 如果考文字题 同学们注意啊 那将计算公式当中 如果将预算价格换成原值不对 但如果给计算题只给了一个原值5万元 我们就直接用这5万元来计算折旧费 用5万元计算折旧费 然后乘以 扣残值嘛 乘以1减5% 然后接来处理耐用总台班 那用多少个台班呢 题目当中给出来了 检修次数三次 然后检修间隔台班是400个台班 那我们应该用检修周期乘以检修间隔台班对不对 那这样400 就检修间隔的台班 就每个检修周期那400个台班 那检修周期是几 我们用检修次数加1 检修次数三次 那周期呢 检修周期就是4 用4乘以400 我们就求出来了 它的耐用总台班是1600个台班 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 选择的A选项29.69元 这道题大家首先啊 先计算检修周期 等于检修次数加1 然后耐用总台班的计算有两种 一种用折旧年限乘以年工作台班 另外就用检修间隔台班乘以检修周期了 再来看19年的多选 4列费用当中 不计入机械台班单价 而单独列项计算的有 单独记的关键词是什么 复杂重型 另外是利用辅助设施 辅助设施的钱也单独算 A选项 安拆简单 移动需要起重及运输机械的 轻型施工机的安拆费 及厂外运费 这个是计入台班单价 B 安拆复杂 移动需要起重及运输机械的 重型施工机械 这个是单独计算 C 利用辅助设施移动的 施工机械的辅助设施 相关费用 这个是单独计算的 B 不需要参观机械辅助运输的 自行移动的厂外运费 那这个能够自行移动 就不需要计算了 E 固定在车间的 施工机械的安拆费 及厂外运费 这个也不需要计算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B和C两个选项 再来看2018年的这条题 关于施工机械台班单价的确定 下来表达是正确的 A 台班折旧费 等于机械原值 乘以一减残值率 再处于耐用总台班 如果考计算公式 本身一定要注意 这准确来说 应该是施工机械的 预算价格才可以 所以A错了 B耐用总台班 等于检修间隔台班 乘以检修次数加1 大家看这是2018年的考题 那我们2020年 就考了这个公式的运用 所以B是正确的 C台班检修费 等于一次检修费 乘以检修次数 除以耐用总台班 D台班维护费 等于各级维护一次费用 乘以各级维护系数 除以耐用总台班 检修费和维护费 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都要考虑除税系数 这两个选项 都没有乘以除税系数 所以CD是错误的 再来看17年的单选 某挖掘机配司机一人 若年制度工作日是245天 年工作台班是220个台班 人工工日单价是80元 则该挖掘机的人工费是 每台班多少钱呢 这道题该如何计算 同学们蒙一蒙吧 猜一猜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80元 然后年制度工作日是245 年工作台班是220 我们首先可以直接把A和B排除掉 此时的人工费 每台班多少钱 一定是大于80的 然后就从C和D来比较 用245除以220 两者差距没有太多 所以倍数 乘以这个倍数 达不到132.7这么大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89.1 先是一个人 那每个人呢 人工单价是80 然后用1乘以80 然后再乘一个倍数 这个倍数呢 就年制度工作日245天 然后年工作台班 除以220个台班 下面我们来看 2017年的多项选择题 施工仪器仪表台班单价的组成 包括什么 A折旧费 B安拆费及厂外运费 C减修费 D教验费 E维护费 想想口诀 动辙为效 有动力费 选项当中不涉及 折旧费 维护费 还有教验费 安拆费 厂外运费 还有减修费呢 是施工机械台班单价 所包括的 正确答案 A B E 三个选项 好了 讲到这儿 关于施工机具台班单价 我们就讲解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知识点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 这两个内容都是教材第三章的 在设计阶段对工程造价的预测 那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要链接一个知识点建设项目的划分 我们要将建设项目在算前的时候要将这个建设项目由大往小的划分 然后算前的时候是由小往大了汇总 比如说学校这个建设项目在学校当中包含办公楼宿舍楼教学楼图书馆食堂 那办公楼宿舍楼食堂这每一个都是一个单向工程 什么样的工程是单向工程呢 是具有独立的设计文件 完工后能够独立发挥生产效益的 比如食堂啊教学楼他们的作用效益都是不一样的 那单向工程我们再往下划分可以划分为单位工程 什么是单位工程呢 是具有独立的施工图文件能够独立组织施工的 教学楼它是一个单向工程 我们以它为例啊 它可以划分为的单位工程是图件工程 还有设备安装工程 那图件工程我们再往下划分 图件工程是一个单位工程 再往下划分的可以划分为分布工程 比如说基础工程 一个建筑按照建筑部位图件工程 我们按照建筑部位划分 最下面是地基基础 中间是主体结构 上面是屋面工程 这样的都是分布工程 分布工程呢 再按照材料工种 施工工艺等再往下划分 比如说主体结构 我们按照材料划分 分为钢筋工程 模板工程 混凝土工程 这样的就是分项工程了 我们项目的划分就由大到小 但是算钱的时候 是先算 分布分项工程费 然后汇总为单位工程费用 再汇总是单项工程 最终形成建筑项目总造价 好了 把这个知识点链接项目划分 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 设计概算 还有施工图预算 对于设计概算呢 是在初步设计阶段 那此时刚刚进入到设计阶段 图纸还没有达到一定深度 所以此时就以单位工程为对象 来确定这个建设项目的单位工程费用多少钱 那大家来看概算和预算 哪个得到的工程造价 或者建设项目总投资的结果会更精确呢 是不是施工图预算的结果会更精确一些 好了 我们现在先将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 两者编制 针对的对象不同 先把两者区分开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 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的概念 设计概算是以初步设计文件为依据 按照规定的程序方法依据 对建设散目总投资及其构成进行概略计算 而施工图预算是以施工图设计文件为依据 对工程散目的工程费用进行预测与计算 形成施工图预算书 是对工程建设资金做出较精确的计算 那两者对比不同点 两个依据不一样 设计概算与初步设计文件依据 施工图预算与施工图设计文件为依据 第二个不同点 得到的总投资的结果 概算是概略的 而施工图预算是较精确的 大家看两个概念当中的内容 和我们刚刚总结的是不是一致的呀 这个是较精确的 这个是概略的 好了 这是两者概念的不同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设计概算 设计概算呢 我们是以单位工程为对象 用的定额是什么 概算指标 这个先提示到这儿 大家知道就行 而施工图预算呢 用的定额是预算定额 预算定额针对的对象 就是分项工程或结构 构建了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两者的相同点 无论编制概算还是预算 我们最终 要算的一个结果是 建设项目总投资 下面我们来看 概算和预算编制内容上的对比 编制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三级概预算 先看设计概算 三级概算呢 是先编制单位工程概算 汇总得到单项工程综合概算 然后再汇总 在单项工程综合概算的基础之上 再考虑工程建设 其他费啊 预备费 利息等等得到总概算 施工图预算的编制内容 也是三级预算 单位工程预算 单项工程综合预算 和建设项目总预算 接下来 大家要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是 当一个建设项目 只有一个单项工程的时候 我们只编制二级概算就可以了 那二级是前面三级当中 对应的哪两级呢 三级概算的编制呢 是针对一个建设项目 包含多个单项工程 就好比我们刚刚那个学校 那包含教学楼食堂宿舍 那这个就是一个建设项目的 盖算预算编制的是三级 而现在如果我们要在这个学校当中 只是新建一个宿舍 那这一个宿舍就是单项工程 就有这一个宿舍的工程 那此时编制二级概算就可以了 是当建设项目 只有一个单项工程的时候 二级概算只包括单位工程概算 和建设项目总概算 两级就可以 没有谁 没有单项工程综合预算 所以我们记得一个技巧是 二级无综合 这个点非常非常爱考 大家一定要记住 二级就是单位的和总的 没有单项工程综合概算了 这就是一个思考题 当一个建设项目 只有一个单项工程的时候 总概算包括哪些内容呢 这个总概算就在 单位工程概算的基础之上 再考虑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概算 预备费和建设期利息 不得流动资金即可 我们来看黑板上这个图示 是三级概算的编制 首先是单位工程 单位工程概算包括什么 我们单位工程主要包括了 就是建筑安装工程费 但是在这有个特殊的地方 设备及工区具构质费 我们单项工程包括什么 单项工程费用呢 前面在讲我国建设项目总投资的时候 我和大家说过单项工程 针对的是设备及工区具构质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单位工程多少多少钱 单位工程一般情况下指的就是建筑安装工程费 单位工程是不包括设备及工区具的 这是一般情况下 但是我们在编制概算的时候 它比较特殊 它将设备及工区具构质费给假定为一个单位工程来考虑了 所以此时大家看到单位工程概算 除了包括按照构成要素 人才机管立规税以外 还有一个设备及工区具构质质费 这个直接费是什么 直接费就是人才机 然后企业管理费利润归费税金 建筑安装工程费 就单位工程费用 等于建筑安装工程费包括人才机管立规税 这是一个假设一个特殊处理啊 那这样每个单位工程概算都算出来汇总之后 我们就分别来算所有的单位工程的建筑工程费用汇总 安装工程费用汇总 设备及工区具构质质费用汇总 就得到了单项工程综合概算 接下来要注意 单项工程综合概算汇总并不是总概算 还要加什么 其他费预备费利息流动资金才得到总概算 这也是单项工程综合概算 那包括单位建筑工程概算 单位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 在这里有一种出提方式会问大家 单位工程综合概算都包括什么 一定记住建筑工程是单身 设备和安装是一对 因为安装的对象就是设备嘛 题目往往会混搭 会说单位建筑安装工程概算 单位设备概算 这样是错的 建筑工程是单身 针对这个图示要考一个区分题 区分题就是问大家 赛赖选项当中 哪些是单位建筑工程概算 哪些是单位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 好记看到 什么什么工程概算 都是单位建筑工程概算 什么什么安装工程概算 都是单位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 要注意的是这一项 工具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它是属于设备及工具具购置费所包含的内容 所以归属于单位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当中 下面我们再来看三级预算都包括什么 我们依然按照刚刚所强调 概算学习要注意的事项来记忆预算所包含的内容 再来看单位工程预算 单位工程预算还是包括两部分 谁是单身 建筑工程是单身 单位建筑工程预算 单位设备和安装工程预算 设备和安装工程在一起 那单位工程预算汇总就得到了单项工程综合预算 那我们这里还是这里在单项工程综合预算的时候 就将建筑安装工程费放在一起 设备及工期具购置费单独体现 建筑算总预算是在单项工程综合预算基础之上 再增加工程建设其他费 预备费建设器利息及不抵流动资金了 那针对三级预算这个表格 考试出题方式就让大家区分 每一级预算包含的内容是什么 知识点总结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20年的单选题 这道题出错率比较多 是因为有部分考生就忽略了我们强调的在这里一个特殊性 把谁假定为一个单位工程来考虑了 关于单位工程概算的费用组成下列表述当中正确的是 A 直接费 企业管理费利润归费 错误 如果我们就按照通常的单位工程 费用是指建筑安装工程费 那要包括7项人才机管利归税 而A选项呢 它没有体现税金 再来看 B 直接费企业管理费利润归费税金组成 对吗 它针对的仅仅是单位工程费用是多少 但是我们在编制概算的时候把设备也假定为一个单位工程来考虑 单位工程概算呢除了包括人才机管利归税以外 还包括设备及工区区购置费 所以C选项才是正确答案 D 直接费企业管理费利润归费税金 设备及工区区购置费工程建设其他费 这个是在总概算当中考虑的 再来看20年的这个单选题 施工图预算的三级预算组成形式由谁组成 A 单位工程预算 单项工程综合预算 建设项目总预算 B 静态投资 动态投资 流动资金 C 建筑安装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 D 单项工程综合预算 建设期利息 建设项目总预算 选哪个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A 选项 再来看19年单选题 施工图预算的二级预算编制形式由谁组成 二级无谁 二级无综合 所以当我们看选项当中出现综合预算 直接化掉 A 总预算和单位工程预算 D 建筑工程预算 设备安装工程预算 那正确答案选择的是A选项 再来看这道题 这道题呢 同学们可以将视频暂停 你先自己做一做 这道题啊 我每年上课带领同学们做 是出错率最多的一道题 还有考察大家 我在讲课当中提示大家注意的各种事项 你是否记住了 关于各级施工图预算构成的内容 下来说法中正确的是 A 建设项目总预算反映施工图设计阶段 建设项目预算总投资 B 建设项目总预算由组成该项目的各个单项工程 综合预算费用相加而成 对吗 如果是单项工程综合预算相加 B 得到的结果仅仅是工程费用 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 设备及工具具购置费 在总预算当中 还要考虑工程建设其他费 预备费利息 不抵流动资金 所以B错了 C 单项工程综合预算由单项工程的建筑工程费 和设备及工具具购置费组成 缺少什么 由单项工程的建筑工程费 还有安装工程费 缺少安装工程费 B 单位工程预算 由单位建筑工程预算 和单位安装工程预算费用组成 单位建筑工程预算没有问题 那谁和安装工程在一起 设备和安装在一起 所以这里应该是单位设备 及安装工程预算 所以正确答案是A选项 关于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的知识点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知识点V讲 这里最后一个知识点 工程索赔非常非常重要 不仅计价考试每年会考案例分析题目当中 也一定会涉及 大家要知道根据提案当中 给出的各个事项 那哪些承包人可以提出索赔 那索赔又涉及到 工期费用和利润 是这些都能索赔呢 还是只能索赔其中的部分呢 再来了解索赔的概念 了解即可 是指在合同旅行过程当中 当事人一方因不是自身原因 而遭受了经济损失或者工期延误 按照合同约定或法规规定 这个责任应该由对方承担 而向对方提出的工期和或者是费用不偿要求的行为 考核的要点呢 就是教材当中表5.1.4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当中 承包人索赔事件以及可补偿的内容 这个表格当中呢 一共有25个索赔事件 我们要能够逐一的分析出 每个事件承包商可提出来的补偿内容 我们来看啊 在这25个事件当中 有的事件工期费用利润都可以提出索赔 有的事件只能提出费用索赔 或者只能提出费用利润 有的事件只能提出工期索赔 那这25个事件我们该如何把它记下来呢 在这儿给同学们做了一个归纳 我们总结了5类 第一类 承包人只能索赔工期的事件 只有2个 那这两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呢 是客观原因导致的 8包人要承担的风险 第一个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的工期延误 第二个 不可抗力造成的工期延误 那这两个都是客观原因导致的 8包人承担的风险 只能获得工期索赔 那针对不可抗力啊 我们将不可抗力呢 它可以获得工期索赔 可以获得费用索赔 两者分开来体现了 注意这句话说 造成的工期延误 没提及费用的事儿 所以只能索赔工期 这里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 异常恶劣气候条件导致的工期延误 只能获得工期索赔 没有费用也没有利润 下面我们再来看 承包商只能获得工期和费用的索赔事件 只有两个 那为什么这两个事件 是可以提出工期和费用索赔呢 因为是非业主原因或 非业主主观原因 并没有影响工程量 工程本身工程量的增加或减少 那是属于业主要承担的风险 那两个事件 一个是施工过程当中发现文物古迹 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不利的物质条件 都是客观原因 业主要承担的风险 那如果发现文物古迹了 那一定要暂停施工保护好现场 导致的人员窝工 还有机器的闲置 都可以向业主提出费用索赔 但是由于文物古迹 还有不利物质条件 只是针对这些事件本身进行处理 并没有增加工程本身的工作量 所以不能索赔利润 再来看索赔费用加利润的 那这个事件也有两个 原因是没有影响到工期 一个是发包人的原因 导致工程式运行的失败 移交后发包人原因 出现新的缺陷或损坏的修复 为什么没有工期呢 因为这个事运行了 工程已经完工了 移交后了 也是工程已经完工了 那是属于发包人过错 不作为导致的 可以索赔费用和利润 然后在这一块内容当中 有六个事件 这六个事件只能索赔费用 那发生的原因呢 是这些事件只影响到了工程的费用 没有造成工程本身工程量的增加 不会补偿利润 也没有影响到工期 所以不需要死尽 为我们每个事件来分析 提前向承包人提供材料工程设备 那对承包人的影响呢 就是增加了对材料设备照管 增加的是费用 然后发包人原因造成 承包人人员工伤事故 那人员受伤了 那这个人员受伤了 看病治病 安排其他的人员来顶上 所以索赔的仅仅是受伤人员的医药费 承包人提前竣工 那提前竣工的补偿奖励 基础之后法律的变化 那也仅仅是费用的增加 移交后因发包人原因出现缺陷的修复 或试验试运行 这一条大家要注意 如果是移交之后出现新的缺陷 那缺陷的修复 既要补偿费用 也要补偿利润 而我们这一条当中呢 是修复之后来检验一下修复的结果 试验和试运行 通过试验试运行来看看修复后的结果 所以这个仅仅是补偿费用 没有利润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我们一分为二 工期延误所赔工期 那不可抗力期间 监理人要求照管清理修复 可以进行费用索赔 其余的事件 三者都可以索赔 这些我们可以归纳 这些事件产生的都是由于发包人过错 发包人不作为导致的 比如说 因发包人违约导致承包人暂停施工 发包人延迟提供图纸 发包人延迟提供施工场地 都是发包人过错 不作为三者都能索赔 来看这总结了一个小技巧 凡是能索赔利润的 一定有费用 那做题的时候 还提示同学们注意提高 如果问大家下类选项只能索赔工期 那正确答案只有两个 最多就这两个只索赔工期 如果问大家可索赔工期 那凡是可能索赔工期的各类事件 只要在选项当中出现 就都可以入选 所以认真审提看听问的是可索赔的 还是只能索赔的 下面按照我们刚刚所总结的内容 我们把这25个事件逐一判断一下 看看它归到哪类可补偿的内容有什么 第一个 持盐提供图纸 谁持盐 发包人直言 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三者都可以索赔 第二个 施工当中发现文物古迹客观原因 那客观原因呢 保护现场 然后造成人员窝空机械闲置 可以索赔工期和费用没有利润 第三个 持盐提供施工场地 也是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三者都能索赔 遇到不利物质条件 客观原因 工期费用没有利润 其中第二条和 第四续号二续号四 这两个是只能索赔工期费用的两项 然后第五个 提前向承包人提供材料工程设备 增加的仅仅是材料设备照管的钱 所以是费用索赔 再来看第六个事件 发包人提供材料设备不合格 或者迟延提供或变更交货地点 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三者都可以索赔 第七条 承包人依据发包人提供的错误资料 导致测量放线错误 发包人过错 三者都可以索赔 第八条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承包人员工伤 这个虽然是发包人原因 但是大家想肯定不是发包人故意让人受伤 那受伤了只是补偿医药费 所以这个是费用 发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 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三者都能索赔 第十条 异常恶劣去后条件导致工期延误 只能索赔工期 承包人提前竣工只能索赔 费用 十二 发包人暂停施工造成工期延误 又是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三者都能索赔 十三 工程暂停后 发包人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复工 也是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三者都可以索赔 十四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承包人工程反攻 依然是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三个都能索赔 十五 监利人对已经覆盖的隐蔽工程 要求重新检查 且检查结果合格 如果检查结果不合格 这个责任都由承包人来承担 如果合格 这个责任都由发包人来承担 可以提出工期费用利润的索赔 十六条 因发包人提供的材料设备 造成工程不合格 那这个用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三者都可以索赔 十七 承包人应监理人要求 对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重新检验 切点结果合格 和隐蔽工程结果合格是一样的 三者都可以提出索赔 基准日后法律的变化 只能索赔费用 发包人在竣工前提前占用工程 又是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三者都能索赔 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试运行的失败 那都试运行了 对工期有影响吗 没有 所以是费用和利润 二十一体 工程移交后 因发包人原因出现新的缺陷或损坏的修复 那移交了 不会影响工期 费用和利润 修复后的实验试运行 没有利润 仅仅是费用索赔 二十三 因不可抗力 停工期间应监理人要求 照管清理修复 仅仅是费用 不可抗力造成工期延误 仅仅是工期 因发包人违约导致承包人暂停 施工 又是发包人够错不作为 三者都可以索赔 好了 同学们 这样看一下这二十五个事件 我们分析下来 还有那么难吗 并不难了 知识点讲完了 我们来做几个题目来练习一下 在做题过程当中 同学们一定要每个选项逐一来分析 可以索赔哪些内容 然后来巩固所学习的基础知识 做题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找到正确答案就行 一定要把每一个错误选项改正确 要知道他考察的点是什么 根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通用合同条款 四大类引起承包人索赔的事件当中 可以同时获得工期和费用补偿的事 A. 发包人原因造成承包人 人员工伤事故 那人员受伤了 看病只能进行费用索赔 那就医疗费的补偿 B. 施工当中遇到不利物质条件 客观原因 发包人要承担的风险 工期和费用没有利润 C. 承包人提前竣工 那提前竣工的补偿奖励费用 基准日后法律的变化 也仅仅是费用补偿 所以本题选择B选项 再来看2019年的单选题 根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通用合同条款 再列引起承包人索赔的事件当中 可以同时获得工期费用和利润补偿的事 那一定是发包人过错 发包人不作为 A. 施工当中发现文物古迹 客观原因 工期加费用 B. 发包人持延提供建筑材料 过错不作为 三个都可以 C. 承包人提前竣工 费用 D. 因不可抗力 造成工期延误 工期仅仅是工期 所以选B选项 再来看18年的单选题 根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通用合同条款 下列引起承包人索赔的事件当中 只能获得费用补偿的是 A. 发包人提前向承包人提供材料设备 那增加的仅仅是材料设备的照管 费用就是正确答案 B. 因发包人原因提供的材料设备 造成工程不合格 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工期利润加费用 C. 发包人在工程竣工前提前占用工程 发包人过错 工期费用加利润 B. 异常恶劣气候条件 导致工期延误 只能索赔工期 所以选择A选项 再来列17年的 提干都一样 都是根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通用合同条款 下列引起承包人索赔事件当中 只能获得工期补偿的 其实就两个 一个异常恶劣气候条件 一个不可抗力导致工期延误 所以直接正确答案就是D选项 那来判断 A. 发包人提前向承包人提供材料和设备 只能获得费用补偿材料设备照管 B. 工程暂停后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 无法按时复工 三者工期利润费用 C.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试运行的失败 就是发包人过错不作为 但是试运行了 不会影响到工期利润加费用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D选项 好了 讲到这儿呢 我们预习班的课程就结束了 那通过这三个小时左右内容的学习 希望同学们可以了解和把握 计价课程如何安排时间 那采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 最后送给同学们一句话 我们共勉 付出与收获之间有一段距离 这段距离呢就是坚持 同学们加油 我们预习阶段的课程到此结束 我们2021年京讲课再见